嗨,大家好,我是秀厨娘,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杏鲍菇的做法,一起来看看吧 杏鲍菇别炒着吃了,这样吃比肉还香 杏鲍菇清洗干净后,对半切开,装入盘中 锅内加水,将杏鲍菇放入锅中,盖上锅盖,大火蒸15分钟 取一个碗,加入适量的蒜末,加入适量的葱末 加入一大勺辣椒粉,加入一勺小浑香 加入两勺白芝麻,浇上热油,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生抽,加入小半勺蚝油,加入一勺盐,加入一勺白糖 滴入适量的柠檬汁,如果没有柠檬汁可以用白醋代替 再次搅拌均匀,使糖和盐充分的融化 杏鲍菇蒸熟后取出,将蒸出的大部分汤汁都倒掉 留少量的汤汁加入到调好的料汁内 这样料汁的味道更鲜美 杏鲍菇放凉后撕成细长条 装入盘中,浇上调好的料汁 撒点香菜末,翻拌均匀 营养美味,开胃又下饭的红油杏鲍菇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,明天见 谢谢大家,明天见